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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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鴻宜 欢迎收听今天的报道全世界 今天我们再度邀请到 墨海楼国际艺术研究机构的创办人 叶国新 叶博士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国新你好 鴻一哥好 各位宝岛林博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国新他是真的学有专精 他是师大美术系 是书法第一名 然后也是水墨化第一名 毕业战的第一名 然后这个好像是 戏战也是第一名 后来他是读了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 后来又去英国 这个是英国伦敦都会大学 艺术鉴定学的博士 PhD这样 那他呢 上次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他刚好才办一个展 那这个展呢叫做 真伟艺术鉴赏展 是 那我就想说 台湾人到底关心 艺术的真伟这个事情 有多 有多贼心 是 所以我想问你一下 说有多个人去看 这场展展破台湾的记录 那中介厂的处长跟我说 这场展展总共有49万5000人来看 这么多人 对 因为我们也不收票 然后我还听一个博物馆的馆长说 因为很精彩 所以他来看了三次 对对对 然后留言的也很多 然后之后 之后这个当天来的 然后询问的人也很多 后来我们还得派 派两组公读生来做解说 为什么台湾人会对这个艺术的真伟 会这么的重视 这有关心 其实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台湾其实手中家很厉害 很用的 其实从一个我跟您报告 在三四十年前 这种整个艺术市场全球 包括亚洲 台湾可以排数一数二的 对台湾人 台湾人很低调的 我收到我没法知道 我点点的收 是隐形资产 他们也是真的喜欢 真的喜欢 这种土种 喜欢以后 你就要拿钱去买了 拿钱去收台你就要 你就要认真去研究了 你就要正常去厮杀了 你就要去研究 你就要去看 你会在买到贵了 不过绝对会在买到贵 对对 然后现在因为现在艺术 整个艺术已经变成一个 艺术金融 艺术资产的配置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人改给出品 有些年轻人 不管小资族也好 我还可以买三万的 五万的 十万的 二十万 到一百万 这种艺术品太多太多 你也可能买到十万的 人工变一百万 变一千万的也有 对对 所以这种艺术 因为艺术品需要时间 所以这种已经变成一个 类似全民运动 很多人很多喜欢 那天我还听到他们讲说 只要一些当代艺术品一来 那年轻人来 一件六万块 十万块 不手软 对 那他们既然喜欢 他们去研究 他们去设置 设置 过程 他就希望说 不行就计 计计就计计 计计就计计 对 这要8月 5月 他专业的大商家 会轻账乱 没人去看 所以我听 这两个人说 他们去看几只 他都留言说 我看几只 所以我里面 这个诊 从中学习 很特别的 我不能 怎么去鉴定等等 我还把 作假集团 在做妓人 怎么做的就完 一一陈列 那应该是台湾 第一次 第一次陈列出来 连中国的 那时候我还遇到一团 刚好中国的访问团 来看 赌到 是名人 我也认识 我说不是 我不知道是你办的 我说是 可不可以这个整场 移到中国来办 我说好 领港 我台湾先巡回 先办办 我觉得这是很好 说给收 给出品的人 不要去买就嫁 人家家的 盖着真的 看越看越漂亮 时间一久 买到他就有 还有投资的价值 越来越多 就欢迎 那有人买过假货 被骗很多钱吗 电来赌到 这种悲剧 我应该常常在看 对对对 那可以讲几个来听听吗 之前有一个 有人 企图来感动 说贓感动会贵 因为我们这个鉴定 我们这个鉴定 不是一般 那种古董商 说我凭经验法则 这真的假 我常常讲一个笑话 李昌玉博士 那我可以告诫 也寻常这种 你是最想 不可能 你那边开始采集指纹 然后弹道什么去研究 我们也一样 我们看一个堂 我们就要去 开前去买资料库 今天这段 是张拉签80岁 我想说80岁 这段有堂 是捐本 资本 甚至要找到 同一个位 他签名 去做比对 这就去买买买 买一些有效的样本 买买买 这个看法 他现在我看 他说陷贵 我说这我已经不贪你钱了 因为是一个高手介绍的外老师 他说陷贵好之后 再去买了 他就叫几个月 我帮他看一看 好 古董上 先采访 这鉴定费是怎样 我们鉴定费跟一般不一样 我们鉴定费就说 什么名头 尺寸多少钱 以前的 他们的鉴定都很好贪 我们这是国贅 他们怎么贪 他们就说 这段都你说 说一千万对吧 好 我就会收十八二十八 那多好贪 没有啦 我们都收 收一八到五八而已 一八到五八 很少 是 最后那间 结果那间 他就买了 五千万啦 买五千万 是油画还是什么 水墨 水墨画 名家的嘛 我说奇怪 怎么有钱 你买到五千万的车 没在六保险废 很奇怪 那种補贖的心理 我们也不知道 然后买贖的贖 他在看一看 说越看越不对 越看越不对 越看越不对 反正就骗掉了 问题人家前一早就 回去海外 对 人家要骗一早就 已经都准备好了 说 博士你帮我做鉴定 我说 这搞事吧 眼前我尽量都买了 暗中我帮忙 不夭 他说叫我去 人家五千万 一定给你开装的 不用说 给你开装 对 我跟他说 我可以教你 他也说 他就好了 那后来因为他 所以那个 那个画就是 不是五千万的价值 完全没有价值吗 还是 嗯 应该是 如果是假画 应该是完全没有价值 完全没有价值 一翻两盆眼 哦 对 那五千万这不简单 我说这人也真是骗 那这种这种画的市场 那有一种是拍卖嘛 就是那个国际拍卖嘛 另外他是怎么买的 他有的都买的 他给画廊买的 跟画廊买的 对啊 那画廊有画廊买的 当然画廊就会说 这我也不知道啊 这人去买卖啊 你会教我买理啊 对对对 我们买理的时候 都说他自己的专家嘛 我们买定的时候 我去法院也说 我不知道 我也公平的 对不对 不然我感动说 我认证博士 我会说我不知道 我没有合理嘛 对不对 所以他就一个 他后来跟我说 啊博士 你一件给你两百万 一百万减定 我说我没有 因为早期给你说 你整百万就没了 现在你已经了 你再来找我 也不要去 我说我可以 从旁协助你 从旁协助你 你说你需要什么样本 我给你 你就去幻影 处理这种事情 那不可以 那百国拿来买人 不可能 不可能 也是外面有人 第二手 这我高棚 高棚指定有一句话 很有趣 傻子买 傻子卖 还有一个傻子在等待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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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收到好的度 收起来 你收到好的度 裂起来 很高兴 越看越漂亮 两天 驾驶都没得贪钱 你收到嫁度 你怎么办 先骗自己这张针 先骗自己针 然后骗别人 哈哈哈 那是一百五千万的 这个水母 也几十百五千万 几十百 哦 差不多 一百平均也差不多 加轻了 嗯 哦 不过我 我说实际上 如果成交金额是那么大 他一定要买保险 就是要有专业的鉴定机构 来鉴定真假 那不可以拔这个轿 他不知道说 很多大小众家 其实都我们帮他买保险的 都帮他 他当然出的 他说我他做的 其实后面团队都我们帮他看 这张真的假 多多钱 会买 超过 就会多多 这是一个很缜密 很专业的知识 最终不是说 这张真的假 这张会买 没有 那可是一个非常专业的 是 那像这种行家 在市场上 有一定的介绍吗 什么意思 就我的意思是 我随便举例 张大千 他互报史的话 有 确定有 这像张大千 富报史这边说 他这 我们用高贴来说 他这叫全职股 全职 全职股 就是说 他这种高贴 他这有价证券 全世界都要挨 对对对 这有行情 就是说 有行情对 但是他的行情是 其实每次我们在估价 当然他会涨会跌 但我们都可以估价 其实我们高的价格 跟打的公司都差不多 就是我们高得很准 等他 你会先出 台湾区这地 一边多少 有一个计价基准 对对 就说你要做内行 你会说 才多少 所以我们 今天会拍的公司 会说这张桌 你看到很烧的 九十万起拍 我先想说这张没五百万 所以你买不到 等他新一期 一边 一边买你五十万 你才要算 清除 一定行情有百五百 百五百百 就是这样 那是同样的 那只吸引你进来 所以我们的估价其实都蛮准的 都蛮准的 越大拍我们估的越准 所以说大家说 去市场没有行情 没有 没有行情 可是如果是比较 我随便举例 像台湾 比较流行 什么沉沉坡 是 这样的 的这个行情 是怎么算 也是有 不是沉沉坡 跟廖季春 已经应该台湾两支最用 对对 因为现在市场在转变 双方家比较转向 所以台湾一些大双方家 还没收他们两个 进进两个很贵 前几年 两个很贵 那一张都很清 哦 这么贵哦 对对对对 只是说现在就回党了 就回党到多少 回党的 有落不少 有落 当然有跌啦 这我们不要讲太多 因为影响市场 有落啦 有落 但是他还是有撑的啦 有底部有撑的 原因是 因为他也是台湾 最代表的 最重要的 在台湾美术史 美术史里面 最重要的技术家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 当然说不可能说 变拼座 那是不可能的 他们也是自有撑的 有一天台湾史上 都在收拾 为什么当时标那么高 现在也掉下来 那当整个艺术市场 跟台湾人也在买 跟台湾人也在买 你如果在买的时候 你当一个盘 从一个地区性的盘 变国家 变亚洲盘 变国家盘 那就不可能的 今天这间厨 我们台湾的厨 我们台湾的买 跟亚洲 新加坡日本都买 跟欧美都在买 那价格就不可能的 那盘就不可能的 需求的供需是不一样的 OK 那有没有那种 就是买到很低价的时候 但后来他卖掉的时候 是赚很多钱 有 我以前 我跟很多收容家聊天 第一件最喜欢聊的就是 我跟他听说故事 我经常说 你最多的倍 我都问人家 最多的倍数 那一支写片 没在看打手 我们高伯说 这一支看三十 看五十 那一支写片 说打手的方向 那一支写片是说八十 但艺术品的时间 比较久一点 因为艺术品 它叫春秋拍 一年开盘两次而已 他没有像我们高伯每天在开盘 对 这样有概念 春秋拍 春拍秋拍 苏富比 苏富比加士德 中国的加德 这种大庄的 这苏富比 也不像香港 美国 有欧洲全部都有 全球生的 他会开盘 所以说 你说这个月薄品 这第一 它有行情 它也会起起热热 这长线纸都开了 长线都开了 那如果像国际拍卖家 苏富比 他怎么抽 哦 很好坦 很好坦 说到这 差不多 25% 好 成功 如果一页 他抽2500万 是啊 你要买也要抽 是啊 所以说一页 很拼了 如果不三次就他了 啊 那现在很不猜 我们台湾那时候 苏富比 那时候差践而过 我也有政府 我也经常有政府 说 那时候 在 1990年代前 苏富比 离开台湾 他以前在台湾有 对啊 他也不要离开台湾 现在跟他们走向港 对向港 因为我们台湾那时候 水的问题跟他们 照顾不太好 不过那时候你看 你想说 这好人来买 买买 他太太来这买 买三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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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是顶级客嘛 那促进整个 不管是 是观光产业什么 我觉得一定很好 因为这顶级的 这顶级来一定很好 我记得那时候 就是 反正你拍卖要有营业税嘛 有营业额嘛 对啊 可能还有盈利事业所得 对啊 因为你有差价嘛 差价就算所得税 那一定所得 一定都很贵 一定超过40%嘛 对啊 那不是这样 是 可能香港在税制上 比较好多的 对啊 很爽 再来就是说 对于顾客的名单 对 通常我们要 爱人的资料 对 人为公司资料 不来给你嘛 什么 就说买人的资料嘛 买家跟卖家资料 哦哦哦 你这个是全球的 你看美国人买 美国人都要知道 嗯嗯嗯 这都是人的隐形资产嘛 哦 那台湾政府先要知道就对了 因为那可能 冬初是的台湾政府 不是我们现在的政府 冬初的 是是是 这很可惜 很可惜 你这产业外移 这带动一年串 我说一个笑话给你听 等一下 这个笑话等下来说 因为我是同意 君英雄刚刚说 如果 如果台湾还是有一个 就是拍卖中心 全球的 那个就吸引 第一个当然 你有国际知名度 第二个你是一个文化的重镇 第三个是文化交易的重镇 第三个是你税收 各方面的消费 好欢迎继续收听《波多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叶国欣博士 是英国伦敦都会大学 艺术鉴定学的博士 也是这个台湾师范大学 美术系美术所 那这个他功力其实自己也很深 也许是系展 毕业展 书法组 这类什么 水墨 都是第一名比较的 那这个我们刚刚谈到就说 有人买五千万是公司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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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是买到 你刚刚讲 那个是几倍在涨 不是几% 对啊 那时候英国去年的发生 有人去买帝国 买一个破帝国 对 破帝国又拿去买买 买帝国六百多块台票 拿去买买 结果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买到来 买多少 买多少 买两千四百万台票 哈哈哈哈 你六百块上一边成本嘛 对 他就等同赚到两千多万就对了 哇 那些人不满吗 他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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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买像这 这破帝国 这帝国很好笑 他的手把都用胶带粘的 对 他的虎口都有断裂 还没有虎盖 我经常说 人家买没有虎盖就好了 对 因为这是美国 第一个瓷器师 第一个什么 陶瓷师 为英国去美国陶瓷师 做的茶壶 所以美国觉得这非常有历史的价值 对于美洲的一个历史文物非常有这种价值 所以 有一个历史地位 所以大都会迫不败 美国最大的大都会迫不败 到来这里就会买对 那他为什么 这个他六百块买的东西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会知道他有这个东西 没有 因为他拿去送拍嘛 送拍就变成一个公开 去拍卖 六百块怎么会送去拍卖 有啊 因为小拍啊 他说小拍 我都有一次 我有一次 银定这张堂 那也做得上 没什么名字 我那边是有 没有作者名字 没有作者名字 我那边鉴定有分 简易的鉴定 一个是比较繁复的 繁复就是写一整本的论文 这样子 一般就要简易而已 起来就说 老师这张应该是清代 因为没有名字 这也没有考证 考证都要繁复 我这张清代 卖得不错 这品项不好 品项不好 品项意思是说 它的保存不好 保存不好 他说要不然 他本来要买我 当初那时候 有一个商家去我去拍卖 他说要不然 买不 我说好啊 我问他说 因为这没什么名字 我说这张不错 会买钱 我说差不多 应该差不多 十万操作 他没什么 他说虽然考证 我说卖得不错 我觉得 超过四五十万代表 对 我觉得有点宫廷味 我说要不错 要破狗狗 今天我们的朋友 才有三十五万 我说也是 亲历你说 我没有三十五万代表 今天这人没有 这人没有 就委托我去送牌 我说你送牌 不需要去修复 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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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到一个银子 我跟他说 我帮你甘兵 这银子是宫廷的银子 我说这有可能是宫廷的 但是宫廷我比较不错 宫廷我比较不错 比较不错 较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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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的无底价 什么叫无底价 你发十块也给你 那叫无底价 无底价拍卖 你就代表拍多少 一般来说 都会订个底价 你知道拍多少 拍多少 他说 刚才在银子 他说 他说 他已经拍了五十万操作 他说五十万操作 停一下 那些人就说 老师 真假 这才六十 我说应该会 那些人 代表拍五百万操作 哇 他从十万操作 变五百万操作 五百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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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多万 对 我这辈子的记录 我的记录 私底下不要说 真的有登记在案的记录 我访访人家收藏过一张堂 在一间世间拍卖公司 买到这张堂 就有记录了 买多少有记录 在三个月内 他去拍 去拍出来 叫中国普普官买去 三千普普官在唱那里 你知道几百万吗 我的记录 八十九百万 哇 那是贪的 那是客户贪的 你帮客户处理这个话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 我说这个可以说 我也没想到那么多败 我想说应该这是我们贪的 不知道说 刚才三千普普官自己在唱 中国三千普普官在唱 可能 非常罕见 因为那个画家 不是一线大名头 不是说全国有名 没有 我知道他 他是地方名头 那结果他们地方的普普官 刚才缺在唱 名头 名头就是说 地方的名家 地方的 他是全台湾有名 或是我们台北有名 婚姻有名 就是地方的 结果刚才地方的普普官 缺在唱 国家的普普官也缺在唱 结果他们中国说 自己三千普普官在那儿秀台 是是是 台台的 官的说官的 跟姓姓的台 嗯 姓的跟全国的台 好好好 他不知道说 后来我想说真的假 真的啊 钱付了啊 我去查 原来是博物馆 那如果我是想 是买家 我去舒服比出去 那我需要有这个保证金吗 要 贵一定要有保证金 但是如果是一些 像我们比较熟的 都不用啦 都不用啦 做担保 一般 现在都是 很大件的 只是看不会啦 洪一哥你去一定不用保证金 沒有啦 你去一定不用 不要把他臭屁 我意思是他说 我意思是他说 因为如果你在那边喊 结果最后你没有成交 因为没有保证金 所以 所以你跟他拍的公司 没选的 他絕地给你要保证金 好 然后再来就是说 你如果不熟的话 然后如果是大件的 我跟他说 这件就一页 你这人平常都买几百万而已 像说要表这个一页 他也会给你付保证金 因为你要有个财力证明 对啊 你来不出来就慘了 那 这个 这些国际拍卖公司的 所拍卖的画作 还是艺术品 都一定保证是真的吗 这问题很尴尬 因为拍博公司 我也要求 我要求 我可以有的博物館 拍博公司艺术基金 就说 其实大家听众朋友 也有一个认知 就是说 你如果去拍博公司的 会找的第一 法律的第一 他会说 他会说 本公司是一个平台 不负任何瑕疵担保责任 是喔 我说一个笑话给你听 你也知道 不负瑕疵担保责任 就是 你要就嫁 我也没有给你担保就行了 对啦 但是通常是这样 你要就嫁 你要有人证明 有人证明 科学我现在说这张是假的 那大金的行李 你看那问题 我用一个 我用一个影片就可以回答你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影片 叫做 舒妇笔伟化大师 舒妇笔伟化大师 电影吗 对啊 要是什么 他专门 卫图 卫园 要用课书 来买给舒妇笔 就买给舒妇笔加士德 这种大金打的公司 就买掉了 所以你像我 那打的公司 里面 这真的有这块片 这是事实喔 这些人说你要拐了 他当时都买五百万美金 那些人天才 那些人就是 其实那个人厉害是因为 他有用到我们 团队的资源 就说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 认识的人 在那里上班 就定义说 你定义犯罪集团去 找到一个调查官去 找到这种歌手 所以他知道你 鑑定什么地方 他从那地方切入 所以你从画框 表辈 灰尘 颜色 老化的情况 和构图都帮你想好 所以你不知道 他要多厉害 他要买这一年度 他就叫他母子去穿 古代侍女的衣 他做人家做 头发 髮 髮型 包括人家具都在考证 他有这些妓妒 就刮在館上 黑白照片 照片都有做酒 人家抓到拍摄 就说你看 好 好 这我来做 这谁有感冥 是 阿伟终结 所以这个字很多 妹妹在自己里面 是 等一下 应该那个电影的名称叫什么 寂寞拍卖师 寂寞拍卖师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叫 乌双 是那个 刘德华 演那个铁达尼浩那个男主角叫什么 李奥纳多迪卡比 他去演一个片图 对 他从年轻就一直行片 一直行片 但是每次都过关 那 然后那个 Tom Hanks 对 就演那个联邦警察 对 追他嘛 对 后来确实有被他抓到 是 那有被他抓到呢 就判很重的刑 但是没有死刑 对 另外联邦调查局就说 你出来 你出来联邦调查局上班 但是也算刑期 对 是啊 他说 你的工作太厉害 我都没办法 你的工作 所以说联邦调查局只要有什么 譬如说 人偽造这个支票 还是偽造 有价证券什么 那都很大的案 拜托他看 他确实那个电影也很好玩 就是 他看就说 晃大静一看 这假的 这真的 不够厉害 我们都在看 所以我们都要去 去知道 我们真的知道是谁做的 我都知道在想做 想做有什么手法 是 所以我可以讲一个有趣的 就是说 以前中古都有 在三年代四年代 这些作假集团做我们的 跟谈警 这个等一下来说 OK 这个故事要忘记 因为要进公国 你看那东西 譬如说 他说 这个支 就是那个支票的支支 也厚度 是 也纤维 就是说 这个不是 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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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什么美国造幣厂出来的 他说 那个真的是很有说服力 就是你们的功力 我知道 这种赚就不是 他在赢的 这墨资 这一年也不是他在赢的 是 好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叶国欣博士 我们等一下继续听他讲故事 来先休息一下 好 谢谢 好 欢迎继续收听《波多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叶国欣博士 一国欣博士啊 他是 这一个 现在你的机构 叫莫海楼 对 国际艺术 研究机构创办人 是 我感觉说台湾 若是较少有 在艺术的建赏力 一般的人民 是 有提升的话 我相信你有 有相当的贡献 是 你在办的什么 真假艺术 真假艺术建赏展 有这么多人去看 对 那可见 很多人可能往哪里想要投资艺术品 可是没有那个能力 很多 以前我们当时都大老闆 现在跟一般 在中藏阶级等等小资组 其实都 我刚才说艺术品是一个全民移动 你买一间房子 你只能做一间房子 你也会购定桌 对 桌 隔壁最重要 对 隔壁 为隔壁收藏 收藏要变导租 导租要变艺术资产的配置 是 等等 对 你如果百岁 你如果百岁 买一个伴地固度 可能贪两千几万 对 我常常在揍 蔡臣南的 蔡臣南 他有很多收藏 对 他就说以前 他的故宫的 故宫的副报室 都蔡臣南关的 喔 你说台湾的故宫 台湾的故宫 那关是当初插水 他起来堵的 他说堵不行 当初一厂堵一百 一百万 现在一厂堵 没多 一两厂堵 喔 我说 你对台湾 的艺术贡献很大 我们故宫 他说 都没有一厂堵 几十厂堵 几十厂堵 十厂堵 所以当初你买一百万 现在变一两厂 不得了 你刚才说的故事有什么 我说的故事 是作家集团 以前中共 三四年代 有一个作家集团 叫谭靖 谭靖 这些人很厉害 这些人本来想要想做 越想越多 越想越多 他就 你看到你的厚 你会想要买 不然就开始做街道 做街道做得很厉害 他都做街道不像 你知道吗 在那个时代 你如果去美国 美国三宿年 四宿年 中共 那时候 他买的都没有 美国大都会保护官 大都会保护官 也被他骗了 看外资 他是赚外汇的 就说他才没有博物馆 所以现在 美国几个博物馆的街道 都是他做的 他做街道做得很厉害 你看他就 我们博物馆不是没有专家 你知道吗 所以他这些很厉害 所以说做街道 我看最厉害就是 第一弹劲 第二就是张大千 台千 所以说这种弹劲 他可以说 做假话 可以骗到这种专家 通常他要做 是因为有一个人分工 是 分工之后 你够姻子 你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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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用零部 如何脱来脱去 好 就他说 这个集团就被破获了 破获的里面好几个人 就在故宫 做复制化 做复制化 所以 我刚才说 那师傅比 偉博大师 他用抓去 对 进去监医疗里面 过来很高兴 对 遇到 叫他帮我 叫他帮我 他就 国家他叫他 好 你去美衆馆 複製化 所以他说一个手 他一遍 人家说 他一遍去一个 小博物馆 某个国家小博物馆 地区 他就这样 手放在后面 散步 走过来说 真的画得不错 这都我画 哈哈哈哈 好好 有时候 因为我去某个地方 某个社区旅游 大部分 我有个习惯就是 我很喜欢去美衆馆 或是博物馆 去逛一逛 那当然 我们是外行 我有时候都在想说 他挂这个世界名画 会不会也是假的 因为我所谓的假的不是说 他被骗 而是说他怕画 回损 怕损伤嘛 灯光啊 湿度啊 是 所以掛给我们看 其实我们也看得很爽的 对啊 会不会是 有 有些也有 所以如果说到 就是我的 我的收航家 也好 我学生 他们有些收航家 我就叫他们说 因为你常常掛船也不好 所以我们会做两种 一间 框都一模一样 堂也一模一样 那一张是真的 那你复制 我保证你看 看不太有 对 保证你看 不要给仪器看 而且那个是复制 包括特殊的喷墨 什么纸张 做什么 做假只能做 所以他们掛的 第一掛很没压力 是 如果说掛一张几百万 还好 如果掛一张三五亿 你还是会有压力 当然 所以现在 因为他真的叫他 想到你不赢 是啊 所以他会这样想 他没关系 他一张几十一亿 他也要休息一下 是 他要休息一下 再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你如果是去看这个 增加艺术建厂展这么多人 就表示很多人想要投资 是 那我们怎么去发现 哪一个作家 他是有潜力的 对 这是一个 未来性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这 这是说 我们要看一个艺术 通常我 我在推荐 推荐的 都让年纪那么大 年纪那么大 年纪那么大 活着 年纪那么大 因为 年纪那么大的 变数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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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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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已经断成了 你买到他就不延续 你买到他就不延续 就变数 变数很大 所以我来推荐 都推荐年纪那么大一点 他没有变数 而且已经很稳定了 想起来很稳定 然后之后 要用什么地方去看 看他的学术性 他的市场性 迫不惯受他的度 不管什么不管 还有亚洲的 甚至到全世界的 美国的英国的 都最大的 不管第二大第三大 如何收一张 收一倍 我们去看很多 很多他的 都大家在写他的菜 还有他还有 市场接触的 接触的 一般大家喜欢他的程度 他的名气 等等 还有专业收藏家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专业收藏家的看法 大户进场 所以这很多细节 这不是说 当然你看到他有点漂亮 你感觉他就买 但是你要进行 一个有系统的投资 那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我们就帮 我们在帮收藏家 帮客户做一个很专业的规划 然后那个就 为什么 包括哪些话 再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哪些地方 这个都是 所以说比如说 富豹石 富豹石 富豹石英文都 中国最贵的 这几十年来 从他活着 他就最贵的 从他活着就最贵 他是 1904年到1965年 对 一旧空四年出息 一旧六五年贵新 富豹石 他在中国比 都要千万有名 他价值得很贵 他是帝王 什么叫帝王 我们水末算贵 贵的三十公分 乘以三十公分 中国算平尺 差不多 尺那个尺是多大 平尺的33 乘以33 只有三十公分 富豹石是 每瓶尺的 中国的帝王 就是说 那一瓶尺 行情差不多五百万操作 哇 兩千多万 那是平均值 最好一瓶尺 都一瓶尺 一瓶尺 一瓶尺 你想要一瓶瓶 一瓶尺 一瓶尺 那为什么那么贵 稀有 稀有 然後他具有 歷史的代表性 他的画作很少 很少 他画作 现在是全世界流通 一千五百行 出的都在普普关 可是像皮卡索 創作有夠多 好像两三万 两三万座吧 对 可是皮卡索 他那个是 他大厂也没多 他是草稿 塑苗 草稿 版化座 他大厂的 其实都很贵 他借嘛 同样 富豹斯同样 他就说 他良借 他在学术上 又有他的 獨特的地位 富豹斯大家都不知道 他跟他 240万里 哦 那也是 學者啊 是 他也很厉害 他也很厉害 他就 带领江苏省國發院去 進行兩萬三千里 學生 他就說 最重要的是 他是去日本留學 因為日本紅的來 哦 日本人很矮 所以富豹斯這 跟日本也收藏 他收藏到變成 對 這個就要講一下 240萬字 其實 葉國維新也是一本找 最近 墨海春秋 古今書畫藝術建廠研究 套書外景 你上面有說 是 說是兩千套 75萬字 洪一哥的魅力太大了 我們聽眾 這樣 卡電回來 只要說是 洪一科的聽眾都打賤 賣這麼多 要感謝你 對 因為這個 我記得你賣 這個還滿貴的 因為我限量兩千套而已 對 一套九萬 一套九萬 現在大料人要拿去買這套 要賣16萬 哇 漲價 說要重新 對 因為我說好 我說加兩千套 之後我沒辦法贏 就是這樣 不是他好看不是只有文字 他好看就是說很多圖 是用對照的 對對對 我裡面那圖片 應該 我那套書 也入圍了台灣的金印獎 就是說印刷是破台灣的紀錄 那個紙張 然後油墨都對色等等 就說你看到裡面的圖片 你怎麼看得真 而且我跟版權我花幾千萬 我跟全世界博物館 買很多正版的高清的圖膽 你看到哪裡看得真 很有意義 對 好 那這個等一下 剛剛講到傅豹時 傅豹時有個傳奇的女兒 叫傅毅瑤 是是是 那傅毅瑤呢 這個國運兄 為接下來要幫他辦戰 是 我們來介紹他 好不好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謝謝 是我們的電台 好 歡迎繼續收聽《步道轉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葉國欣博士 那國欣兄剛剛講到互報時 因為我有拿到一個 這個國護紀念館館長 梁永斐 對 所寫的這個文章 他說互報時 在他的這個頂峰時期的創作代表作 對不起我們不是在崔須毛澤東 而是他有個代表作的作品叫做《毛主席思議冊》 說這個成交的價格是10億台票 對 10億台票 不得了 不得了 然後2017年互報時生前最後的一件山水話 叫做《毛三雄之》 成交價是8億台票 對 8億台票 所以這個 那裡那麼怪 那裡還有一張琵琶形 琵琶形 古人思議圖 但8彩而已 8彩而已 8彩是多大 8彩就是超人 超幾公分 我們像油花都說一盒 那一盒是多大 一盒大概一個明信片 那換算這次不換算 一盤是一菜差不多五盒 五盒 五盒 五盒明信片 五盒至六盒 所以你就要算 嗯 了解了解 好 那這個為什麼你想辦傅易瑤的這個作品展 因為傅易瑤 傅易瑤第一是說 不報時的女兒 對對對 我在英國跟他實在 他是我們老師的 我們老師的彼士館 一個博物館的官長的好朋友 他是代表性的 其實英國這個博物館有收他的 他的藝術品 包括倫敦大學也都有收 和學術單位也有收 他這次因為他去日本留學 跟隨他爸爸的腳步 去日本留學 他在日本住了40年了 所以其實他已經日本人了 但是重點不是說 2020的東京奧運 結果 日本人今年他就選富裕瑤的主題 叫民間祭 用他的賭 用他的人 他的賭來做日本東京奧運的 藝術工程的代表人物 那個祭就是festival 那個祭 對 叫馬祭 日本的叫馬祭 日本祭 就是說我們的祭典 他的祭典 他在東京 他在東京的 日本人政府在東京報仇 幫他辦一張很大的電影 還有百多張日本祭的作品 這樣 我就跟他說 我所搖去 我看我很感動 我們台灣跟日本的關係很好 我想說我們也很感動 因為我們跟他很好的 我說 我就要邀請說 不可以 日本的電影作品 我們就拿一盤 來台灣電影 我們台灣這裡的藝術愛好作 也能看到 日本的藝術品 因為祭典聖有遺傳的他們爸爸 有傳承的他們爸爸 問題他在日本四十年 對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 一個 一個 日本跟我們這邊的水末的結合 他就從水末 跟那個 那個叫什麼 跟他們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 他們日本的特殊的畫法 日本畫的畫風 還有鴿子會 那個 胡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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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是對我們台灣的藝術家 還有藝術愛好作 因為那個圖 副藝是他的圖 你跟美國報仇官 歐洲全世界報仇官都會收的圖 我們難得 可以邀請他到這裡電影 讓我們的藝術愛好作 看我跟他做藝衣 同時我也叫他 那意思是什麼畫風 他畫風很多 都是有關宗教的一樣 沒有 沒有沒有 如果大家聽眾去日本 日本京都山山間堂 橫濱圓滿寺 天台中 都有比瑞山炎麗寺 這都是日本五大名寺 裡面的圖 國寶店裡面的圖 都有十幾公囚 全部都副藝圖在圖 他一世人 他也沒嫁 他這樣就圍圖 他圍圖就沒有報仇 廟就廟 很稀有 所以他就要走他爸爸的路線 他要走他爸爸 七十幾歲了 七十幾歲 而且重點是 當初 他今年館一百鞋 他手上他爸爸的作品 那一百鞋 差不多一百英 全部館出來 館到誰 館到誰 館到那時候 那時候他還沒外 他還沒外 我就記得館到 他也說 他還沒外 以前就館到台灣了 還要館到 那時候 那時候 中國的故宮 還跟他報仇 這樣啦 是 是 這不簡單 這種雄金是很不容易 真的 不過他也花不了那個錢 他也沒錢 我覺得他也很配給他 這樣嗎 他在日本 他也沒做例子 這樣賣賣 他擦 抹抹抹 為什麼他爸爸的畫那麼有值錢 他要活那麼苦 對啊 他就賣掉 他說爸爸的畫得應該可能破不慣 這是一個公共財 給大家看 所以這次 這次我也是 這次的展覽 10月18號 在中進行的展覽 我也是 拜託說他們附加都有鴨香寶 好的富豹石作品 特別 拿幾個小時來台灣展覽 這次也有富豹石的 對 這次是富豹石 富裕堯的婦女的 藝術連展 這這麼簡單 那像你這樣 富豹石的畫作這麼貴 那你來到台灣 晚上就要接保險 保險 保險而已 保全 保證 保證都要 都要搶 壓力很大 一張都一張都要 富豹校的作品 在市民的行情 行情很好 他現在都 跟普武館 跟他們日本的廟 全世界的普武館 的招攤 就已經 很多了 他也 他的人也不再說 他不再說 進入什麼市場 他就是 他也是一個很隨緣的人 我說真的 你看富豹石 就一百張就關 你跟他說錢 這種東西 那也很奇怪的人 他就是想創作而已 他怪人 我這次 我告訴說 我的老師說一個故事 等於說他要關的時候 因為他是中文系 還有外圖 他爸爸有手抄本 日本剛才賣一千萬操作 四五千萬代表 我老師說 他說 他有那個普武館買 有那個客人買 他說 不要啦 要關就整個都關了 你看這種人 我 所以我是發誓內心 他也做到台灣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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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要留在台灣 尤其是在台灣 因為我們都在日本 對 日本跟台灣一樣 對 所以這個日本 我覺得 日本很多大官 什麼都愛他 包括安南 以前聯合國秘書長 天皇那就不用說了 天皇那家的都很好的 我相信 那個皇家一定 有他的作品 非常多 非常多 富豹 義就是 這個 利益的義 是是是 搖就是 這個比較講 窮搖的搖 對 窮搖的搖 對 富豹搖 人家都說他是 現在都說他是 櫻花深處的水墨千金 唉呦 櫻花深處的水墨千金 他今年去中國最大的人民王 人民王 票選 是中國的十大傑出的人物 富豹搖 跟人人 跟文學莫言 他們的家 對 馬雲 莫言是 諾貝爾文學獎 對 2016年 他到什麼 海外華人之光 他是藝術類得獎 文學類得獎 想你知道 我們也是台灣之光 金庸 金庸 是 紮良庸 對 好 這個富豹搖的這個跟富豹使的婦女聯合 聯合展 聯展 在10月18號 對 到11月7號 是 在中正紀念堂的第一展覽庭 對 這會造成轟動 哇 可以看到富豹使的話 對 跟他富豹搖的話 有應該要來看 中共展出幾件 中共展出 這次中共展出應該有超多百塊 很難得 我只有這次而已 你要用來也困難了 你希望我去嗎 我當然希望 你如果送我一拍我就去 好 沒問題 我算複製的 我算複製的 好 感謝葉國興博士 謝謝 謝謝洪一哥 謝謝各位聽眾 謝謝 那我們感謝大家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掰掰 掰掰 謝謝